好,我们开始今天的这个课程 那整个课程啊,其实已经接近尾声了 那我的整个交易系统啊 那其实我们在前面的课程是把整个交易系统把它一个个拆分开来 拆分开来之后再把它组装起来就是整个交易系统 所以现在的话,今天这个课程的内容就是把整个波段交易系统全貌展示给大家 那另外的话再教给大家一些比较厉害的一个技术分析的一个方法 就是可以帮助我们去提高我们进场的一个胜率 也是一个超级武器了 那这个波段交易系统 呃,我们前面是通过了十一节课啊,十一节课 那这么多节课的话 给大家去展示了 怎样进场,怎样出场,怎样持仓啊,怎样加仓 怎样做风险控制 然后资金管理 这些都给大家都已经讲过了 啊,那所以呃,我的一个交易系统是比较完善的 那所有的方方面面都可以涉及到 那这个期货这个市场也是 一个被放大的市场 如果你的一个系统不够完善的情况下啊 只要有用,只要有是有漏洞,所以它的漏洞就会被无限放大 所以就会做不到持续稳定盈利 那我的交易系统是比较完善的 那,呃,可能 几年之后大家再问我,我的交易系统是怎样的 那可能仍然是这样,仍然是 像现在前面大家学的一个内容是一样的 有些人的系统可能是不稳定的 比如说,呃,今天是这样的 明天或者说一个星期或者一个月之后就换了一个交易系统 啊,那这个是它的交易系统证明了是不够完善 但我的交易系统,你不管什么时候问我始终是这样的 所以我的交易系统是已经非常稳定了 那稳定的话,呃,大家在平时去操作或者说在做单的时候也在反复的去验证 知道交易系统到底是不是能赚钱的啊 所以这经过这么长的时间大家也已经是验证过了 然后我们今天的话,呃,把整个交易系统 原来拆分开来的这些东西,我们重新把它拼接起来啊 就是我们在做一个,比如说呃,在做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工程的时候 首先会把它拆分开来,一个个细节,先把细节做好 然后细节做好之后,那就变成一个非常浩大的一个工程 也是一样的,我们看一下前面我们教的这些内容 我们拆分开来之后,我们再把它拼接起来是什么样的一个面貌 首先,那这是前面教给大家的技术分析的一些方法 呃,这有九大技术分析的一个方法 那这些分析的方法的话,呃,市场可能都有 但是你能找到这么详细的,或者说把它讲到深入 非常深入的去讲到它的本质 这种人还是非常少的 呃,因为市场上更多的人可能都只是知道一个皮毛 就是薄而不惊啊,薄而不惊 可能什么技术分析都知道 那你可能知道几十种上百种技术分析方法 但是可能没有一个是你非常精通的 所以技术分析就是这样子的 你看起来这些都感觉挺简单的 对吧,那其实我在上课的时候也给大家去呃,去实际的去练习 就是你把它研究的很透的情况下 你可能只需要一根k线,两条均线 就已经足够婉转这个整个市场了 或者说你就可以在这个市场里面去赚钱了 甚至一根k线就够了 啊,所以呃,到底什么样的技术分析 是适合你的,或者说什么技术分析才是最有效的 啊,其实任何的技术分析其实都是有效的 就看你有没有把它研究透了 只要你研究透了 把一个东西用好了 那它的威力就是巨大的啊 所以这个市场一直追求的是金 而不是追求的是薄啊 追求的是金 所以呃,这些技术分析方法 那第一个是k线啊 第一个k线 那k线到每天都在看 到底它有没有生成的意义 那k线的话总共有四个部分组成 对吧 一个开盘价收盘价最高 最高价格最低价 啊,那如果你把这个k线呢 研究的非常透的话 每一根k线出现在什么样的位置 那它代表什么样的意义 如果你都把它研究的非常透彻 但你光用k线可能就可以交易了 那甚至其他的辅助工具都不需要了 那就是这个就是k线 啊,那第二个给大家教了一个技术分析方法 就是均线 那均线的话 呃,我用的是两条均线 呃,用的是两条均线 那均线的话 其实有非常多的用法 那均线表现形式有很多 比如说单根,双根,多根 啊,那这个均线的表现形式也很多 但是我用的是双根 因为双根均线的话 其实我们当时在讲均线的时候 讲到了很多均线的一些延伸的一些方法 啊,方法 比如说它的均线 它的角度 对吧 也非常重要啊 角度 然后它的均线 它的宽度也非常重要 啊 那这些都是均线 把它研究到非常透彻之后 你才会发现均线其实有很大的用法 只是你没有把它研究的非常透 啊 那有些,有些 比如说均线的话 还有种均线 可能我这个双根均线里面没有用到 比如说快线穿慢线 啊 然后快线穿慢线之后就开始进场啊 开始进场 那这个 在均线里面我是没有用的啊 因为呃 我的144跟169啊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非常粗的一根一根线啊 可以把它理解为非常粗的一根线 那其实就是一根非常粗的一根线来判断它的多空啊 那均线上方就是多均线下方就是空 就可以把它理解为非常粗的一根线啊 来分割整个市场的一个 多还是空 那这是均线啊 均线那曲线的话 这个就需要大家去练习了 就是曲线的话 什么第几次曲线是最强的呢 这个大家要记住是第三次曲线是最强的 就是当价格触碰到第三次的时候 曲线第三次的时候 它的支撑跟阻力是最强的啊 最强的 那呃 古话叫做一鼓作气再摔三而解 或者说势不过三啊 所以这些其实都是 一个延伸啊 或者说从 过去的一些 古代的 或者说 啊 平时生活中 这些这些一些概率 或者说概率学的一些东西 也可以把它放入到 我们的这样一种啊 所以大家可以去发现 曲线的第三次 每次去触碰的时候 它的支撑阻力都会特别的强啊 一旦触碰的话 很有可能就直接下来啊 或者说就会 马上就会出现调整 那最后有没有第四 第四次突破呢 这个一旦出现第四次突破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进场啊 那这曲线 那曲线的话 呃 需要大家自己去多画啊 多画 那点落在曲线越多 那它的支撑阻力就会越强啊 这个就是曲线 那第四个就是MACD MACD 那MACD又称之为指标之王啊 所以呃 市场上 很多人都感觉MACD非常的难啊 那那我通过一节课的话 给大家去讲了到底什么是MACD啊 MACD到底生成的意义是什么样的啊 它到底是怎么引发过来的 所以MACD它的双线跟MACD它的一个柱体 它的是怎么去运用的 或者说它 最终的一个内涵是这样的 必须要深入啊 本质啊 必须要深入到它的一个本质 你才能去 呃摸透这个MACD到底要去怎么样去用啊 这是MACD要称之为指标之王 那MACD里面也会有一个叫做结构的东西 那这个结构的东西的话也是比较深的啊 比较深的 如果呃 你能看得清楚通过MACD去找到就市场正确的结构的话 那其实市场的每一个波动啊 你都可以非常清晰清晰的去判断出来 或者说就可以判断出来它未来要怎么去走啊 这就是结构通过MACD去判断它的结构啊 这是MACD一个非常高级的用法 那到目前为止的话还没有看到市场上有类似的MACD结构的一个用法 这是我独创的啊独创的 那呃 所以这个也是需要你去把这个MACD研究非常透彻 你才能去找到它 它的一种用法啊 或者说它的非常高级的用法 那第五个就是形态 那形态的力量也是非常强的 呃 比如说我们头肩底头肩头肩顶或者说M头M底啊 或者说呃 很多形形态 那比如说有些延伸的话 这种蝴蝶形态啊 这些是稍微难一些 如果大家有能力的话啊 可以把这个形态 呃 再去研究一下啊 现在再研究一下 那这个是形态方面 形态方面简单的一种形态的话 大家其实 你可以把这种曲线曲线用好的话 呃 所以说形态难也不难啊 难也是不难的 比如说呃 这些形态的话三角形整理啊 这些直接直接用两根曲线就可以搞定了 把它高点跟低点连起来就行了啊 高点跟高点连起来 低点跟低点连起来 但一旦突破的话 就出现趋势了啊 所以说这些形态的话 你如果真的研究透的话 也是很简单的啊 很简单 就看你有没有把它深入啊 深入它的本质 那第六个这是KDG啊 KDG也叫做随机指标 那随机指标 KDG的话 这个指标啊 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在用啊 嗯 其实也是 嗯 有时候MACD可能会看不出来啊 有时候MACD 因为 呃 KDG它是随机指标 随机指标 它可以 做震荡行情的啊 可以做震荡行情 但是MACD的话 呃 有时候它看不出来啊 看不出来 如果现在震荡行情里面 你用MACD的话 有时候看不出来 那KDG的话 你可以 通过超买跟超卖的现象 啊 比如说 大于20 呃 这个低于20 或者是大于80 那市场已经是进入到超买区 或者说超卖区的 那这个时候的话 很有可能市场就马上会出现反转啊 出现反转 或者说一直持续在 呃 80上方 或者说持续在这个20下方的时候 一旦 破80或者破20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你要注意的 这个行情是不是要 走一个反转的行情啊 反转行情 那这个KDG 那KDG的话 可以做这种震荡的 那同样的趋势可不可以做呢 那它其实也可以帮助我们去找到 做趋势的一个进场点 那它的用法 呃 那KDG的话 它有几个数值 刚才讲了一个20一个80对吧 那还有一个是50啊 50 那50的话 你就可以把它当MACD的零轴用 啊 如果是上零轴 呃 上KDG如果是上50的话 那那就是多的 那如果是下50的话就是空的 所以跟MACD 它的零轴用法是非常相似的 啊 那KDG的话 可能100种人有100个参数 嗯 那根据自己的交易系统啊 那每个人的KDG 它的参数都是不一样的 那我的KDG是经过修改的啊 也是根据我的自己的交易系统啊 特意修改过的 那这个是45 9和3啊 那呃 我们在运用的时候 比如说抓一些进场点的话 你就会发现KDG有时候进场点 抓的也会特别的好啊 特别的好 那这是KDG的用法 啊 KDG用法 那第七个就是黄金分割了 那这个黄金分割的话 我们平时在测支撑阻力 是比较有效的 就比如说这个行情出现反转了 那这个走势到底要 会到哪个位置呢 啊 这个时候的话 你就可以用黄金分割去大致的去判断一下它的位置 判断它的位置 嗯 比如说这个 黄金分割50是多空洞分水岭啊 那0.382的话 那它是比较强势的一个区域 那0.618的话是一个极限的一个回调位啊 极限的一个回调位啊 所以它的0.618是所有支撑阻力最强的一条线 0.618如果破了就破了就破了不破那就不破啊 所以它的支撑阻力是最强的啊 如果一旦跌破的话90%它肯定要下来 那如果 如果不破的话90%一定会反弹啊 如果是破的话那就直接就下来了 所以0.618这个黄金分割线啊是比较 是比较重要的啊 非常重要的 那第八个就是强阻力区 这个可以帮助我们 呃去找到 第一是找到 找到一个进场点 找到这个进场点 那第二个的话 可以帮助我们去判断支撑阻力啊 因为市场80%的走势啊 它都是震荡行情的 震荡行情的 那如果是一旦是走震荡行情的话 它肯定就会有个强阻力区啊 会有个强阻力区 或者说它会有一个震荡区间 那它这个走势的话 它一般都会在这个震荡区间里面进行震荡 啊震荡区间里面震荡 那我们只知道这个行情在这个震荡区间里面震荡 但是有一个问题啊 啊 它什么时候会震荡结束呢 这个是不是 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那市场80%都是震荡 但是这个震荡什么时候会结束 这个是不是我们非常困扰的问题 对吧 但是 但是的话 怎么去解决呢 那就是第九个了 时间周期 时间周期 那这个时间周期的话是专门用来解决 震荡的一个时间的问题 就是我们知道这个行情是震荡的 对吧 震荡 那它到底要震荡多久 什么时候这个震荡才会结束呢 才会出现单边 那这个时间 这个时间周期啊 就可以帮助你去解决这样的问题 你时间周期 你去运用这个时间周期之后 你就可以找到 行情大致会在什么时候会结束它的震荡 所以你就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周期 找到这个时间周期之后 你可以把这个时间周期画出来 那在这个时间周期没有到之前 你就可以暂时不操作 等它震荡结束 当这个时间周期到了之后 它是大概率会出现走单边的 或者说结束这种震荡 那结束这种震荡的话 那行情 它就会出现 进场点 出现进场点 那这样出现进场点之后的话 我们就可以反过来用前面的均线 跟K线 作为去找到它的一个进场点 找到一些进场点 所以这个前面的这九个技术分析啊 这九个技术分析 其实每一个 每一个技术分析都是非常重要的 它可以帮你去解决这个市场 几乎几乎所有的问题 几乎所有的问题 那比如说这个行情的话 可以分为三种趋势 一个是上涨趋势 一个是下跌趋势 另外一个震荡 那如果上涨趋势跟下跌趋势的话 我们就可以通过均线啊 通过这些方式 K线均线区线 MACD形态 KDG 那通过这些 我们可以去找到 上涨趋势的一个进场点 进场点 可以找到这个上涨趋势 也可以找到出场点 比如说就走的是一旦破均线 那就也就是找到它的一个出场点 所以我们可以找到 上涨趋势的一个进场点 跟出场点 那第二个 下跌趋势也是一样的 也是可以通过这六种方式 六个工具 我们可以去找到 它的进场点跟出场点 进场点跟出场点 有杂音啊 有杂音啊 现在有声音吗 现在好了是吧 嗯 那所以我们在这个 单边的行情的时候啊 单边的行情的时候 我们可以利用 前面这六种 六个技术分析啊 我们去找到 它的进场点跟出场点 那震荡的话 是不是也可以做呢 也是可以操作的啊 震荡行情也是 但是 技术不到位的话 还是不建议大家去操作 震荡行情怎么去做呢 你可以利用黄金分割 跟KDG来做 如果是走势在震荡的 或者说利用强阻力区 强阻力区 强阻力区 KDG黄金分割 这些在震荡的行情里面啊 它可能就在黄金分割线的 比如说 0.618啊 0.618到0.5 这个位置震荡 或者说 0.618到0.382 这个附近来回震荡啊 所以震荡的行情的话 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KDG啊 然后黄金分割 然后强阻力区 去找到它的一个震荡区间 那同样的震荡区间的话 也可以利用曲线 曲线去找到 它的一个震荡区间啊 震荡区间 所以震荡行情 怎样去处理呢 其实也是可以利用这个技术 呃 交给大家这些技术工具 来处理的 比如说 曲线啊 曲线 然后KDG 黄金分割 跟强阻力区 啊 强阻力区 你就可以利用这些 来做震荡啊 做震荡 那这个震荡的话 呃 就前面我们有讲过 高益仓位的啊 这个仓位的 这个仓位要小 那另外的话 震荡行情千万不要加仓啊 震荡行情千万不要加仓 震荡行情的话 呃 你进场就好了 不要不要往里面去加仓 一旦加仓 你可能 欲望里面加啊 你反而还要赔钱吧 你不加仓还能赚钱啊 但是你这个一加仓可能就要赔钱啊 因为震荡行情的话 趋势是不会延续的啊 你一加的话就可能加到最高点去了 所以震荡行情是千万不能加仓的 那所以我们看到如果是按照 呃 趋势来划分的话 我们教给大家的这些方法 教给大家这些方法 其实呃 单边也可以做震荡的话 也是可以处理的 那震荡行情什么时候去结束呢 那就是第九个就是时间周期啊 通过这个时间周期 我们可以过滤掉绝大多数的一个震荡行情的一个区域 比如说时间周期 在没有到之前啊 那前面我们就知道它就是一个震荡 那震荡的话 它的趋势延续性是比较差的 但你可能转一波就要走啊 转一波就要走啊 那也还不能加仓 那这个就是呃 做单边做震荡啊 我们都是可以通过这些继续分析方法 都是可以操作的 啊 所以呃 我们整个交易的框架的话 嗯 虽然说是交给了大家通过呃 十节十一节课去讲了整个交易的一个整个交易体系的一个框架 那首先的话我们再来呃再来分类一下 如果是怎样去判断趋势呢 怎样判断趋势啊 那所以第一个的话是k线 k线是可以判断趋势的比如说一根k线去判断它的未来趋势 那这个趋势的话 用k线去判断它的趋势最好是日线级别 级以上啊 日k线或者说是周k线或月k线也是可以的 就是说你可以用一根k线去可以判断出未来所处在的一个趋势 啊趋势那你今天能不能进场或者说今天能不能交易的话就可以看今天的日k线 比如说上涨日k线或者下跌日k线再操作 那如果震荡日k线呢 就不建议大家今天操作 就说今天可以先观望啊 可以先观望 所以手里有单子的话 如果不打止损就先不出 如果手里没有单子的话 啊暂时观望啊不是个好的进场点 震荡行情的话可以不需要操作的 那第二个是判断趋势的话就是均线了 那均线的话144个169我们可以把它 当成这个多空的分界线 比如说均线上方是多的 均线下方是空的啊 所以均线的话可以把它理解为非常粗的一条 均线啊 分割时间跟空间的一条线 啊所以均线的话 是也可以帮助我们去判断它的趋势 那均线怎么去用呢 那我们平时在做交易 呃如果是做 看大家看大家做的是什么级别的波段 比如说非常小级别的波段的话 那这个均线你可能用的是五分钟啊 五分钟五分钟均线 它等级是其实跟日k线的等级是差不多的 啊日一根日k线的等级是差不多 五分钟的呃五分钟的144个169个日k线的 它的等级是一样的 所以说你这个利用五分钟去做的一个波段 其实类似于是做日k线的一个日k线级别的一个机会啊 日线级别的日线级别的一个机会 那这个是五分钟的一个均线 那这个是可以判断我们的小级别机长点 对吧 也是用来判断趋势的 那五分钟上了均线我们就可以做多 五分钟均线下破的话 我们就可以做空 那这个是小级别的 那我们也可以做大波段 如果是做大波段的话 这个时候均线用的就不是五分钟了啊 而是用的是一小时 那一小时一般上均线持续的时间是多久的 一般是两到四个月 一般是两到四个月啊 看这个行情的大小了 那这个走势的话 如果一旦上均线啊 当它价格再 再破均线的时候 也就是 一个进场 一个出场啊 一个进场 一个出场 那这个持续时间是比较久的 但是这个利润也会非常大啊 也会非常大 因为它持续时间是非常久 所以你要做这种一小时级别的波段 一年可能也就只有三到四次大的机会 一年可能也就只有三到四次机会 就是错过了 就要等下一年了啊 要等下一年了 因为本身它持续时间就比较久啊 所以你要抓住这种行情的话 就要等很长的时间 要等很长时间 但是这种趋势一旦给你抓住了啊 它的利润空间是非常大的 利润空间是非常大的 那这也是我们 主要赚钱的一个 级别 就是一小时级别 这种大行情的话 我们一旦抓住 抓住一年 可能有三到四次啊 你抓到一到两次的话 其实已经非常够了啊 剩下时间 你甚至都可以休息了 因为 你足够让你翻倍了啊 足够让你翻倍了 那你按照每年复利来算的话 一年翻倍 大家可以去自己去算一下 所以它的利润增长是非常非常快的 非常非常快的 你想成为一万富翁的话 就是几年的问题啊 就几年的时间啊 十几年的时间 所以这个是均线啊 均线啊 这是两个周期啊 看大家去选择是做小波段 还是做大波段 那做大波段的话 你拿的时间可能会久一点 但是你可能等的时间也会久一点 等的时间也会久一点 那第三个就是曲线 那曲线的话比较简单啊 那曲线上方就是多吧 曲线下方就空吧 曲线下方就空吧 那前面 这个举过例子 曲线它也是有角度的 那零度的一个曲线 相当于水平线了啊 水平线 那水平线其实我们知道 它是有非常重要的支撑阻力的作用 因为过去的价格 对未来的价格比 还是会产生一定的影响的 一个是实际的影响啊 这过去的价格的话 有非常多的买卖单子 当之后的未来的走势啊 再次去触碰这个位置的时候 它就会有非常 它就会有个相反的单子啊 会阻碍这个价格继续上涨 或者是继续下跌啊 所以这个就是水平线为什么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支撑阻力的作用 那同样的这个曲线 如果角度一旦变了话 就是我们平时讲的一个曲线 那曲线的话 那刚开始这个行情啊 趋势线它的角度可能是比较比较小的啊 比较小的 那越往上面的话啊 曲线的角度就会越来越大啊 那最后的话 当角度非常大的时候 你这个时候一定要特别要小心 当行情到末端的时候 它的角度才会特别大 就是它的角度会呃 可能刚开始是10度或者20度 一直到了到了60度以上 那趋势线 什么叫趋势线 那就是行情会沿着这个趋势去走 行情会沿着这个趋势走 如果是行情没办法去持续 沿着这个趋势走的时候 它就会下来 所以说角度一旦过大的时候 它如果想持续维持这种角度的一个上涨 就需要非常大的力量 所以呃 尤其是到行情的末端的时候 比本来就已经到行情的一个最后的阶段了 那如果它再往上冲 那这个就真的是强入之末了 那行情随时会出现调整 那那疯狂之后就是调整啊 所以这个就是趋势线啊 趋势线它也可以帮助我们去判断它的一个趋势 那呃 第二个就是进场点啊 进场点 那进场点的话 我们会有几个方式去找到这个进场点啊 一个是均线 那价格上均线的话 进场去做多 那价格下均线的话 进场去做空啊 这是均线 那第二个就是MACD 那MACD呃 以零周为判断标准啊 听众 零周的上方的话就是可以理解为多啊 那理解零周的下方就可以理解为空 那第三个就是趋势啊 趋势的话也是一样的 如果上了趋势线 我们就可以去做多 那下了趋势线 我们就可以做空 那强阻力区呢 呃 强阻力区 我们说行情的话 一般分为三种趋势啊 一个是上涨 一个是下跌 一个是震荡啊 那行情如果是在震荡的行情的一个末端的时候 也就是单边行情的一个开始啊 所以说我们 再去研究这个强阻力区 一旦行情突破这个强阻力区的 突破强阻力区之后 它就可能会出现一个单边的一个行情啊 单边行情 也就是行情的启动的一个点位啊 就是在突破强阻力区的时候 会形成一个呃 单边的一个走势 那第三个就是KDG了 那KDG的话 它的用法 如果是做趋势 它的一个进场点的话 跟MACD 它其实是差不多的 那MACD是用零轴啊 那KDG的话 它会用50线 那50线 如果上了50的话 就是做多 如果下50的话 我们就去做空啊 去做空 那这是进场点 那呃 等一下的话 会交给大家 这个进场点的 整个交易系统 整个交易系统 把它组合起来的一个面貌 呃 也是一个超级武器的 那等一下我们会讲啊 会讲 那第三个就是 我们怎样去判断支撑阻力呢 那支撑阻力的话 也有很多的方法啊 那第一个就是黄金 分割 黄金分割的话 呃 上均线 呃 上均线的 呃 黄金分割啊 黄金分割有 主要的三条 一个是 呃 0.618啊 一个是0.5 一个是0.38啊 总共分为三个线 那它每一个位置都有不同的 作用啊 它的每一个意义都是不一样的啊 所以黄金分割线 你想用好的话 也要研究 或者说呃 仔细的去研究 它每每一个走势 到了哪一个线 上它所呃表现的一个意义啊 所以当这个价格是打造这个0.38 尔根打造这个0.618 其实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啊 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第二个是强阻力区 你判断支撑阻力的话 就可以利用这个强阻力区啊 或者说 你可以把这个强阻力区 理解为成交的密集区啊 成交密集区 或者说过去的一个价格啊 呃 在某一个区域的时候 形成非常多的买卖单子 那对未来的价格 呃 再次触碰到相多点位的话 一个是实际会产生 比较重要的一个支撑阻力的作用 它会有个反向单 会阻碍它的一个上涨或者下跌 那另外一个就是 呃 一方面是实际的会出现 真的会出现支撑阻力 那另外一个就是 一方面会有一个心态的影响啊 那总是在触碰到这个区域的时候 呃 大家会恐慌啊 恐慌 那当价格再次回到 比如说前期 你的一个多做的是多单 那价格下跌了之后 那再次回到 相同的点位的时候 你就会 把前面套牢的单子啊 及时平仓啊 因为已经解套了啊 已经解套了 所以说 再次的相同的位置的话 你就会平仓啊 就会平仓 那这个时候 就会形成一个卖压啊 形成一个卖压 阻碍它继续上涨啊 就这个强阻力区 它有实际的一个意义 那另外的话 另外一个就是 呃 形态方面啊 那支撑阻力的话 均线 也是有支撑阻力作用的 其实 呃 每一个周期啊 它的均线都是有 支撑阻力的作用 啊 我们 有好多线 比如说 呃 一分钟的 三分钟的 五分钟的 十分钟的 十五分钟的 三十分钟的 一小时的 两小时的 啊 还有三小时的 对吧 三小时日线 周线 月线 那每一个周期啊 它的均线啊 均线 都是有支撑阻力的作用 啊 每一条均线 它都是有支撑阻力的作用 但是我们在平时在用的时候 我们在抓进场点的时候啊 在用这个抓进场点的时候 只让大家去呃 用两个周期的一个是五分钟 一个是一小时啊 一个是一小时 这是用来抓进场点啊 进场点的一个是做这个小周期 那一个是做这种大周期的大的波段啊 一个是小波段一个大波段 那这个进场点是用的五分钟跟一小时 但是 其他周期的均线没有用吗 它其实是有用的啊 有用的 就是可以办 可以帮助你去判断支撑阻力 啊 可以帮助你去判断支撑阻力 啊 如果说 呃 这个同样的周期 比如说15分钟 它出现了一个压力 啊 同时 比如说在这个点位有一个曲线 或者说黄金分割 也是在这个相同的位置啊 那这个时候的话 那可能这个点位就会有一个非常强的压力 或者非常强的支撑啊 非常强的支撑 那走势它可能会真的会出现一个反方向的一个下跌 或者说上涨啊 所以均线 每一个周期啊 它其实就是用来抓 或者说找到它的支撑 或者说阻力的一个作用 啊 并不是让你去找几场点 那你在找这个进场点的时候 只用五分钟啊 只用五分钟和一小时啊 抓紧强点 你支撑阻力作用的话 呃 每个周期 它都是有支撑阻力的作用的啊 都是有支撑阻力作用 所以这个就是遵线啊 那你找阻力的话 曲线也可以 那曲线的话 呃 你画条曲线 比如说把高点连起来 高点跟高点连起来 低点跟低点连起来啊 这个时候你比如说会形成三角形 或者说形成一个巨型啊 都是有可能的 或者说呃 形成一个这个呃 其他这种形状啊 其实都是可以通过这个曲线啊 通过曲线去找到它的一个形态啊 它的形态 比如说是它是往哪个方向突破 那我们就是顺势去操作就行了 如果是向上突破的话 那就是做多啊 如果是向下突破的话 那就去做空啊 这就是支撑阻力的作用啊 那另外的话 有些辅助工具 比如说呃 这些辅助工具的话 就是我们在完善整个交易系统的时候啊 呃 卫士形态 时间空呃 时间 时间周期啊 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啊 都是非常重要的 呃 其实前面的这些走前面的这些k线啊 这些均线其实都是比较好理解的啊 但是这个辅助工具 比如说位置啊 位置 位置其实仍然是跟 我们这个盈利的空间啊 盈利的空间和止损的止损是有关系的 就什么叫位置 呃 你如果 我们如果是按照 呃 说波浪的话 大家可能会更好理解的啊 他到底是处在一个 一浪的上涨还是三浪的上涨 还是五浪的上涨 还是B浪的上涨 B浪的上涨 这个是完全是不一样的 啊 完全是不一样的 你处在一浪的上涨的时候会怎样会什么样的情况呢 一浪的上涨的话 他会伴随着前面的调整浪 比如说呃 ABC的调整浪 他跟一浪其实混在一起的 另外的话一浪有一部分啊 有很大一部分 他是埋没在震荡行情的啊 埋没在震荡行情的 所以说你去做一浪的时候 有时候风险也是挺大的 因为你不一定你是买在这个一浪的位置啊 一浪的位置 你可能是买在B浪也说不定 下面还有一个C浪的下跌 对吧 所以你去买在这个一浪的位置的话 有些人 呃 或者说这个市场有些是做这种 他交易风格是左侧交易的 或者说主观交易的 但就是主观去判断这个点位就是最低点啊 然后进场对吧 所以这个是一浪的位置 他的风险会稍微大一些啊 会稍微大一些 那一浪跟三浪又是不一样的 那三浪的话是其实是最安全的 那三浪会经过一个一浪的上涨啊 出现了一个回调之后去进场去做三浪啊 那三浪的一个上涨的话 那风险是最小的啊 但是利润却是最大的 因为他已经是经过验证了 已经通过一浪跟二浪的验证了 那上涨已经是上涨趋势了啊 那其实我们呃 在我的整个波段的一个交易系统里面啊 其实主要抓的就是这个三浪 三浪 一浪的话可以不做的 就是平时的话 我在就做交易 我们在上没有 因为这个均线啊 均线它是比较大的 周期是非常大的 一百四十九 所以他的周期是非常大的 所以一旦上均线的话 意味着这个走势已经启动了啊 所以他的起涨点肯定不是在上均线的上均线的时候起涨的 所以这个走势 我们这个方法的话 其实基本上就是一浪 这个点位啊 是不做的 或者说你是做不到的 你是抓不到这个一浪 但是我们抓的话 基本上是抓到起涨点 比如说或者说爆发点啊 不叫做起涨点 要爆发点 比如说三浪的一个起涨 它是先是一浪的上涨之后走个回调 回调之后 回调均线不破 意味着趋势成立啊 上涨趋势成立 然后去走一个三浪的一个上涨啊 对吧 所以说这个 我们在运用这个一百四四根一百六十九 上均线进场的时候 其实我们主要抓的就是行情的爆发点 或者说 你如果按照浪行的话来算 其实就是抓这个三浪的一个起涨 三浪起涨 三浪抓上去之后 然后不破均线不出啊 这个等这个行情结束 等行情结束 所以我们在利用这个位置的时候 你这个一浪跟三浪肯定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我们在上面还有个五浪 都是往上涨的 那五浪 五浪这个位置又有什么不一样的 这个就是行情的末端了啊 行情的末端了 行情末端的话 它随时会出现反转 但是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 就是它在末端的时候 反而有时候会比较疯狂啊 涨得特别多 那冲高冲高之后 但是均线还没跟上来 对啊 五浪上去之后 它速度非常快 但是均线跟不上来 它没有这么快 因为它是大周期的 它反应速度是比较慢的 所以有时候大家会发现 它的回撤很大 因为就是五浪会很疯狂 上去之后直接就下来了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回撤有些大 回撤有些大 但是我们在去用这种方式去进场的时候 你就是把鱼头肯定就是 鱼头我们是不要了 为什么太危险了 鱼头不要了 因为它里面掺杂着ABC调整量 而且有绝大部分 它是在震荡行情里面的 因为一浪的起点的话 绝大部分在震荡行情里面 所以这个鱼头是不要的 那鱼尾又吃不到 那中间就吃个鱼身 但是这个行情越大 这个鱼身就会越大 所以这套交易系统的话 就是看行情 如果行情越大的话 我们抓到利润就会非常大 如果行情小的话 这利润就会小一些 但是行情有多少 我们就拿多少 因为我们创造不了行情 我们只能是顺势而为 顺势操作 那市场给多少 我们就拿多少就行了 因为我们创造不了 创造不了出一个市场 所以市场有多少 我们就拿多少 那这个五浪的一个位置 那它随时会出现调整 那我们再说一个B浪 B浪也是上涨的 对吧 E35B B也是上涨的 但是B的话又有一些 肯定是跟前面不一样的 它B浪 它是没 有时候它是没不创新高的 对吧 B浪它是高不过 可能高不过五浪的一个高点 下来之后 它会直接会破均线 会破均线 或者说 它是 A浪就已经破均线了 A浪之后 B浪反弹 反弹不上均线 然后走一个C浪的下跌 所以说这个B浪这个位置 它虽然是反弹的 但是始终还是要下跌 始终还要下跌 所以 它的位置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将决定你的一个利润 或者说你的一个交易策略 交易策略 一个一浪 三浪 五浪 B浪 每一个位置 你的交易策略是完全不一样的 你的B浪的位置 你要是要放空的 你是要放空的 比如说破均线 回踩一下 回踩一下上不了均线 你这个位置应该是要放空的 放空的 但是这个如果是三浪的 三浪的话 那你又是 你要是做多的 比如说突破之后 打到这个均线下不去 但这个位置应该是起涨点 或者说一个爆发点 所以这个位置的话 将决定你的一个利润 将决定你的利润 给你的一个仓位 所以这个位置的话 是非常关键的 或者说我们称 这个位置怎么去找的 你可以通过结构 MACD对吧 MACD KDG 前面教给大家了 这是独门判断的一个 判断方法 判断方法 所以 怎样去找到这个结构 你就可以把这个 MACD跟KDG研究透了 就可以找到 它现在所处在的一个位置 我们在做交易的时候 也会胸有成竹 对吧 所以这个就是位置 位置 那另外形态 形态也是比较重要的 形态也是非常重要的 有时候 可能其他的信号没有 但是形态走出来之后 它就会出现反转 比如说一些反转形态 普遍大家 遇到最多的 就比如头肩底 这种这种形态 头肩底或者说 M头的这些形态 这用的是比较多的 那K线的话 就比如说三重顶 或者是 K线的话 比如说是早晨之星 黄温之星的 这些K线 这些都是形态 你可以通过形态 然后辅助 辅助去操作 那这个时间 时间周期也会非常重要 因为绝大多数的走势 它是走震荡的 比如说时间没到的话 它就是震荡 那你震荡 你就知道怎么去处理 要么想做的话 就做高暴低息 对吧 那如果不想做的话 你就等这个时间过去 时间过去之后 去找它的进场点 到底是向下突破 还是向上突破 往哪个方向突破 我们往哪个方向做就行了 你可以过滤到 绝大多数的震荡 因为 这个波段交易系统的话 最怕就是震荡 没有趋势是赚不到钱的 没有趋势是根本赚不到钱的 所以 但是市场80% 又是震荡行情 对吧 所以怎样过滤震荡呢 就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周期 时间周期 那这个时间周期 也是帮助我们大家去过滤 这个震荡非常重要的方法 那其他老师那里 基本是很少有的 很少有的 他们可能会更多利用 比如说布林线 布林线 对吧 布林轨 布林轨 收口 他收口之后 什么时候开始放大 你知道吗 不清楚 不清楚什么时候放大 你知道 他一直在收口 你只知道 他一直在震荡 但是你知道 他什么时候震荡结束吗 不知道 那时间周期 可以帮你去 大致去判断 什么时候 会结束 所以这个就是 他的神奇的地方 时间没到 他就不会出趋势 那这个是时间周期 就这个辅助 辅助工具 可以帮助你去填补 整个交易系统的一些空白 这辅助工具也是非常重要的 他可以帮助你去 因为很多的一些交易系统 你比如说 有些老师的课程 就只有建厂点出厂点 对吧 建厂点出厂点 好了 那剩下的话 市场仅仅只有建厂点跟出厂点 就像我刚才讲的一个位置的 刚才讲到这个位置的问题 你一浪的上涨 三浪的上涨 五浪的上涨 跟B浪的上涨 全部都是上涨 那请问 处理方式是一样的吗 如果每一个位置处理的方式都一样的 证明了你还没有看懂这个市场 所以 他的走势 每一个一浪 一浪三浪 五浪 B浪 所有的位置处理的方式 肯定都是不一样的 肯定不一样的 如果处理都一样的话 但是 你这个交易系统肯定是有漏洞的 会有漏洞的 所以你就会发现 你做单不稳定 有时候赚钱 有时候赔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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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所以 这些 这些辅助工具 可以帮助你去填补整个交易系统的一个空白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的整个交易系统是非常非常完善的 你要把这些交易整个交易系统全部要学会 学会 肯定需要很长的时间 所以大家 课后还是要需要认真的去练习的 人需要练习的 要前面的一些课程 你要多看几遍 所以今天我是把大家这个前面整个交易系统给他梳理一下 那第五个就是风险管理跟资金管理这方面 这些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我们在做交易的时候 风险跟收益是硬币的正反面 或者说 风险跟收益 你们也可以理解为是一个天平 那左边 可能左边是收益 右边是风险 那你收益跟风险怎么样去平衡呢 怎样去平衡 这个才是非常关键的 所以你每天都在讲收益 但是你规避风险可能吗 是不可能的 所以整个交易系统 不管怎么样去操作 那始终的话 风险 一个是系统性风险 一个是非系统性风险 非系统风险 那这个再完美的交易系统 它的系统性风险仍然是存在的 就是说你的一个成功概率 没办法达到100% 现在呢 那现在有杂音吗 这边 有人是不是开了话筒啊 你们把这个话筒全部都关掉 所以这个市场 我们再好的交易系统 那始终的话 它不可能做到100% 100% 所以 这个始终是有系统性风险的 那另外的话是系统非系统性风险的话 就是这种人为的 比如说 该进场的没进场 该止损的没止损 然后 进场的话 进场之后赚点就跑了 但是亏欠的话 死拿着不跑 死拿着不跑 这些都是它的一个风险 但是非系统性风险 你是可以去规避的 可以去规避的 尽量去规避 那这个时候就需要大家去提高你的一个执行力了 去提高你的执行力了 提高执行力的话 你通过整个交易系统啊 你是可以做到稳定盈利的 所以 但是非系统 这种系统性风险是规避不了的 就是我们进场之后 可能会被打止损 但是你要接受它的止损 啊 接受它的止损 或者说 你这个 进场 进场之后 如果你的走势按照你的判断方向去走了 我们就持仓 那如果错了呢 就止损 啊 就及时止损 那但是 我们始终都是 小的 止损 大的盈利啊 小的止损 大的盈利 那这个是我们 可以做到的 那只要做到小止损 大盈利的话 就始终能做到 持续并且稳定的盈利啊 持续并且稳定的盈利 那这个资金风 资金管理的话 是可以去帮你去判断啊 或者说帮你帮助你去 提高 你在这个市场里面 赚的赚的这个利润啊 可以提高你的利润 比如说我们在 呃 该 加仓的时候加仓 或者说该 这个重仓的时候挣仓 啊 该清仓的时候 清仓 那什么时候加仓 什么时候应该 什么时候重仓 什么时候清仓 那其实这个又回到了前面 这个位置的问题啊 位置的问题 那 比如说你这个 赞当的起点的话 你就可以大仓位去做 比如说一浪的 一浪的位置 你就可以先试单 那如果是真的上涨的话 三浪的一个位置 你就可以加仓 加仓 加仓之后 啊 五浪 上去之后 还有个五浪 五浪这个位置 你可以少加 少加一点 或者说不加仓都可以 啊 不加仓都可以 如果一旦跌破的话 那就出了啊 出了 那如果走避浪呢 避浪之后 反弹的高点 你还可以去做空 啊 还可以做空 所以这个资金管理 又跟这个位置 又有 又是息息相关的啊 又是息息相关的 所以 呃 整个交易系统的话 这些东西 你全部都要把它完善起来 如果能全部完善的话 那市场的 每一个波动啊 你可能都 看得非常的清楚啊 会看得非常的清楚 那这些位置 把这些位置搞懂了啊 那那你的资金管理 就可以 你就知道怎么样去运用了 啊 比如说 你一浪是一浪的时候 你就知道 可以先清仓试单 那如果是三浪启动的话 你就可以加仓 啊 就可以加仓 那上去之后 五浪的话 也可以加仓 对吧 那如果破的话 就走就行了啊 破了就走 所以这个资金管理 其实跟这个位置上面 前面的又息息相关的啊 又是息息相关的 所以整个交易系统的话 每一个都是缺一不可的啊 缺一不可的 所以你需要 把所有的交易系统 把它完善起来 啊 这个是需要时间 啊 但是这些东西 都已经交给大家了 要把它全部拼接起来 啊 这个是把它融会贯通 把它整合起来 这个是需要 大家自己去练习的 或者是大家是 课下 是需要时间的 啊 如果 就我这样子去讲啊 嗯 始终这个东西还是我的 啊 就我自己去讲的话 这个东西还是我的 不是 你能学的会的 或者说这个东西 你在没有成为你自己的东西之前啊 这个东西 还不是你的 始终还是我的 你学过去之后 就是你的啊 就这么简单 啊 所以还是需要大家自己去用功的 那今天的话 呃 后面这个内容 整个波段交易系统 就讲到一个非常厉害的 就是去找到这个进场点 呃 进场点的话 这个是也是一个超级武器的啊 超级武器 就是前面我把它拆分开来了啊 拆分开来了 因为如果一旦把它拼接起来啊 呃 就是一个超级武器 但是 拼接起来之前 就是比如说 这是一个 呃 那核武器 那核武器的话 你要先把它原材料 找到 对吧 所以前面的话 我就是先把它拆分开来 那现在就把 今天的话就把它拼接起来啊 今天就把它拼接起来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怎样去通过 这些技术分析去找到一个 最佳的进场点 那这个超级武器的话 叫做四方会谈 啊 超级武器叫做四方会谈 那这个四方会谈的话 呃 是我师父教给我 啊 那我的师父叫莫厚德 那他 他的话 现在是 呃 他 外汇做的非常厉害啊 外汇做的非常厉害 那最近是 呃 他是做外汇跟股票的 啊 外汇股票的 所以 我的技术啊 全是 大多数是 他那边学过来的 啊 然后 所有的整个 交易系统啊 把它完善起来 是我自己完善的 啊 自己完善的 那 首先的话 他可能 交的话 就是交了一个四方会谈 啊 交了一个四方会谈 那这个就是原版的一个超级武器 啊 那通过几个 技术分析啊 技术分析 那第一个 第一个工具的话 就是均线 那单个均线 我们知道他的成功概率啊 一般都是55开的 啊 一般都是55开 呃 成功概率50%左右 啊 如果你的均线 你的参数找的比较好的话 呃 可能差不多 呃 某一个 品种 能达到50以上 那换一个品种可能就 不到50 呃 不到50 所以整个下来的话 呃 不管哪一个交易系统啊 或者说哪个技术分析 它可能就是50%多一点 啊 但是 把它 所有的优点全部整合起来 那就非常厉害了 比如说后面的 如果单个的话 呃 单个的话 那他的胜率 可能都是50%左右 但是你能把它拼接起来的话 把它的优点全部结合起来 他的胜率就会逐步的提高啊 逐步提高 但是啊 呃 胜率提高之后的话 你可能你的进场点会就会变少啊 但是 一旦出现这种进场点 你就可以大胆去紧啊 那这个就是 这个超级武器 那通过 这四个方面啊 这个四个技术分析 我们把它拼接起来 那前面的话 交给大家的很多一些技术分析方法 其实就是为了今天啊 就是为了今天 把它拼接起来 我们看到他的胜率其实是非常高的啊 一般是能达到 如果 呃 做到比较好的 应该是能达把达到90%左右啊 90%左右 再加上你把这个均线 均线过滤掉的话 其实胜率会非常高 胜率会非常高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四方会堂的一个用法 我们看一下这张图啊 嗯 大家认真听 也是有作业的啊 这些课非常重要 呃 课程之后的话 需要布置作业的 就像 我是怎么学出来的 也要怎么去训练你们啊 所以我做的作业 你们也要做啊 你们也要做 那么首先来看一下 这个走势啊 那第一点 第一点 那我们先看均线 先看均线 那均线 首先的话价格 从均线的上方到均线的下方啊 就点位 从均线的上方进入到均线的下方 那从均线的上方进入到均线下方的话 也就是有多转空啊 有多转空 也就是进入到这个空方市场啊 空方市场 但是一旦下坡的话 这个我们就可以理解为 均线下方就可以理解解为空啊 那这这是第一个信号啊 均线有一个做空的信号 这是第一个信号 那第二个信号 那这是百线的话 这是曲线啊 曲线 那当这个价格去跌破曲线 的时候 曲线的上方就是多啊 曲线的下方就是空啊 就是空 当这个价格再次从 曲线的上方进入到曲线的下方的时候 也就是有多转空 那这是曲线 这是第二个空啊 第二个空 也是出现了这个做空的信号 第一个就是均线 均线破均线做空 第二个曲线被下破了 也是做空的 那就是两个下跌的信号 那第三个做空的信号的话 我们看到这个第一时间去对应到下方MACD 我们看到第一时间对应到下方MACD的时候 我们看到 MACD MACD的双线是判断方向的啊 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啊 双线是判断方向的 我们在看MACD方向的时候 必须要看双线 那助体是用来判断什么呢 是用来判断强弱的啊 判断强弱的 所以判断方向的时候 我们只需要关注MACD 它的一个双线就可以了 然后第一时间对应到下方 我们看到MACD出现了 从灵着上方 进入到灵着下方 那这是一个下跌的信号啊 下跌的一个信号 那这个就是由多转空了 对吧 由多转空了 那这个是第三个下跌信号啊 第三个做空的信号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第四个 那第四个的话 那走势上方是走了一个震荡区间啊 震荡区间 那震荡区间怎样去画出来呢 我们先画MACD对吧 先画MACD 画MACD之后照葫芦画瓢 把上方的K线 它正确的走势可以画出来 画出来之后的话 找到高点中的最低点啊 应该是这个位置 那找到低点中的最高点啊 也是在这个位置 然后把它水平 水平线画出来 当它下破的时候 那下破的时候也就是在这个点位 当下破的时候 那也就是又是形成一个下跌的信号啊 现在应该下跌信号 那这个就是一个 四个全部都是形成一个做空的信号啊 做空信号 第一个再重复一遍 再重复一遍 第一个就是下跌线做空 对吧 第二个的话 破趋线 破趋线做空 第三个第一时间我们看到MACD MACD又破了灵轴 破灵轴之后第三个也是做空信号 第四个下破趋线 下破这个震荡区间 震荡区间就是第四个信号 那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看到什么时候 走势啊 出现了所有的 这几个技术分析方法 同时指向 或者说同时显示是一个空投的 同时显示空投 空投的 也就是当这个走势在 破墙阻力区的时候 破墙阻力区的时候 我们发现它的走势啊 一个是均线下方 曲线下方 然后 然后走势在临阻力区的下方 然后又破曲线 这个震荡区间的下方 那就是在 所有的信号全是下跌的啊 那我们就可以在这个位置去做空 做空 做空哪个位置去设止损的 放均线上方就可以了 放均线上方就可以了 作为一个止损啊 作为一个止损 那进场的话 这个胜率就会非常的高啊 非常的高 那尤其是震荡的走势啊 你可以过滤掉很多的这种震荡啊 很多的震荡啊 很多震荡 那这个是下跌的啊 这下跌的 能不能听得懂 能不能听得懂 这下跌的 法律 然后,对这个也是可以理解为这个公正,问题就是有时候一加一并不是等于二的,很多时候是一加一是小于二的,就是你在找这种公正的时候,找这种公正的时候你是能不能找到很多一些技术分析的公正点, 你必须要找到这个类似的技术分析的公正点,所以你利用其他的方法的话,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胜率会不会这么高呢?是不一定的,因为有时候有些的技术分析,它是会产生冲突的,会产生冲突的,所以这个时候的话,有时候你一加一可能是小于二的, 就是一个出现信号,另外一个没有出现信号,到底是进还是不进呢? 进还是不进呢?这个是我们经常在用这种公正的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 但是这个的话已经是经过几十万次的一个测试了 这是经经过几十万次的一个测试 所以说它的胜率会非常的高 这是经过测试的 那有些的话,品种你可能也有很多的一些技术分析方法会出现公正 那你也用这种公正的方法去做的话,要去测试一下 它的胜率 就是说 它会不会出现 会不会出现一些 假的一个信号 假的信号 那另外的话,不同的交易系统,你把它强行拼接在一起 也会出现问题的 比如说你是做极限 做趋势交易的 有些是做利用去抓这种反转点的 那很多一些技术分析方法,你把它参在一起 它是一加一小于二的 它是一加一小于二的 甚至是 这个是利 必大于利的 必大于利的 有些技术分析方法是拼接不在一起的 是拼不起来的 拼不起来的 那有些技术分析方法是可以拼在一起的 我们再举个例子 那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这个是上涨的 上涨的 那第一个我们看到 一个价格是上了均线 对吧 上了均线 那也就是有空转多 有空转多 对吧 那第二个 曲线 那曲线 那曲线从均线的下方到均线上方的话 当它突破的时候 也就是 也是有空转多的 有空转多的第三个 我们看到 MAC它的双线 它是在临着上方 还是在临着下方 我们发现 它是在临着的上方 临着的上方 那临着上方是多还是空的 临着上方是多 对吧 那所以 它的走势的话 也是 形成一个上涨的走势 形成一个上涨走势 而且这个位置 我们发现 MAC是一个空中加油 上临着之后 再次进差 再次进差 往上走 那第四个 第四个 那这个就是 强阻力区 强阻力区 那它已经是 在强阻力区的一个上方 上阻力上方 那强阻力区上方的话 我们看到 上均线 那第二个的话 上区线 第三个 就是MAC在临着上方 那第四个的话 在强阻力区上方 那当这个走势 所有的级别 全部突破呢 就在这个点位 当它突破的时候 那这个点位 就可以去做多 啊就可以做多 那只损放哪里呢 就放在 放到巨线下方啊 放到巨线下方 你可以放到 引线 引线下方 也可以 或者说前面这根 啊 熬点熬过来 可以放到引线下方啊 可以放到这个 最长这个 引线下方 那这个就是我们这个 高胜率的一种 进场方式 这样方式 挣100块钱就会抛了 所以我们是 今天把它拼接在一起 前面的话 只是拆分开来啊 拆分开来 然后今天把它拼在一起 这个在其他地方 我是 从来不讲 啊 从来不讲 所以讲的话 我也只讲一次啊 只讲一次 然后这个技术 四方会谈的话 如果是非常大的行情啊 一定会出现 这种 这种走势啊 会出现这种走势 嗯 市场也有一句话 叫做 一招先吃遍天啊 一招先吃遍天 这种 你能把它运用好的话 就可以吃遍天 所以这种走势的话 当出现大行情的话 他都会走这种趋势啊 都会走这种形态 都会走这种形态 我们再看一下 下跌的 我们看到这个是一个 第一个啊 破了均线啊 破了均线 破了均线之后 形成一个下跌啊 形成下跌 然后这是一个上涨的走势 上涨走势 然后我们看到 当他跌破的时候啊 跌破曲线的时候 形成一个下跌走势 第二个的话 这是 这震荡区间啊 震荡区间 当他下破的时候 由打破这种震荡啊 形成一个下跌的走势 当他下破的时候 也是 形成一个下跌走势 然后我们再看到指标 MACD MACD下临轴啊 下临轴之后 这个走势 一旦跌破临轴啊 跌破临轴 形成一个下跌走势 所有的信号 全部形成下跌 就可以进场啊 就可以进场 那这是下跌走势啊 下跌走势 我们再举个例子啊 那这个我们看到 首先的话 这个价格是先上了均线啊 上上了均线 上了均线 这个是有一个做多的信号 然后再 上了曲线啊 上了曲线 那也就是第二个做多信号 那第三个的话 MACD是从临轴下方到临轴上方 形成了一个多头的信号 那这是第三个 那第四个的话 这是一个震荡区间啊 震荡区间 然后当他上坡的时候 形成一个上涨的一个信号 就可以在这个位置去做多啊 那这个就是 四方会谈的一个 交易方法啊 交易方法 大家可以随便报一个品种啊 我们来 试一下 又有说话 其他人不要说话 认真听 他是这样的 这样 developer 麻烦 我觉得 龜 我不 我们看五分钟 五分钟看一下 一小时也看一下 好吧 首先我们看到这个走势 这位置是不是下破了 下破的时候能不能进场的 是不是下破了 下破能不能进 我看一下 那首先的话 先找到这个强阻力区 因为强阻力区需要画出来的 其他的品种一眼就能看出来 夹着方法一眼就能看出来 我们也需要先找到这个强阻力区 通过MACD 那这是下跌 上涨 下跌 上涨 然后我们把它这个正确的一个走势找出来 找到高点中的最低点 哪个低点最高呢 哪个高点最低呢 其实实体部分的话应该是后面这个最低啊 然后地点中最高点啊 上面这个地点是最高的啊 好我们把这些其他的补充一下 这曲线 有没有问题 我们看到他的走势啊 嗯 这个位置是下坡了一下曲线啊 下坡曲线 然后反弹的话打了一下曲线 让一下曲线的下方啊 然后这个点位 我们看到啊 这个走势是在均线的下方啊 均线下方 能不能看到 是不是在均线下方 是不是在均线下方 是还是不是啊 是还是不是 问你是不是 呃问大家是个事还不是 这个是一小时啊 一小时跟五分钟都给你看一下啊 那第二个 是不是在区域线下方 是不是在区域线下方 是还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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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个 MACD 是不是在均线下方啊 MACD是不是在均线下方 是还是不是 MACD是不是在均线下方 第四个 强阻力区 这个点位 是不是在强阻力区的下方 是还是不是 强阻力区的下方 是还是不是 能不能做空啊 能不能做空 那你能不能做空 可以做空吗 嗯 可以做空吗 可以是吧 好嘞 好嘞 那就做几句啊 好 那后面肯定是下跌的 不用看了 那这是一小时的 我们再看一下五分钟 刚才早下跌对吧 我们上涨了吗 上去了对吧 一根K线就行了 一根K线就够了啊 我们看一下这个 首先 这走势是上了均线对吧 然后把这个强阻力区找一下啊 也朝强阻力区要化啊 首先的话这个 MAC上了这个是上了临组啊 上临组 这是上涨啊 然后这是下跌对吧 然后这里又是上涨啊 上涨 那么就可以照葫芦画瓢啊 这第一个步骤 第二个步骤是照葫芦画瓢 我们先把这个走势画出来啊 这是上涨啊 这是下跌啊 这是上涨啊 对吧 然后找到高点中的最低点 那这个 把这个落了 放放在实体部分啊 这点中的最高点啊 把它放在实体部分啊 好了 我们找一下 这个价格 请问他有没有上均线 他是不是到均线的上方 是还是不是啊 他是不是上了均线上方 是还是不是 对不对 是不是上了均线上方 是还是不是 是不是吧 第二个条件 他有没有到区 这个是下跌曲线 他在区线的上方是还是不是 他在区线的上方是还是不是 他在区市线的上方是还是不是 第三个 MACD在林州的上方是还是不是 MACD在林州的上方是还是不是 第四个 第四个 刚才这个震荡区间 那突破之后 打破这个震荡区间 出现了一个上涨 现在在震荡区间的一个上方是还是不是 他在震荡区间上方是还是不是 那这个点我也能不能做多 能不能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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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大家再报个 再随便报个品种 再举个例子随便报个品种 也是一小时五分钟都看一下对吧 随便报个品种 焦炭不是近三十分钟是要你找经常点了 好你说三十分钟是吧 我就来看一下吧 也是 既然想要这样 那就给你见证 这里能玩死你啊 好 我们看一下利用这个方式啊 利用这个方式怎么去进场啊 呃 我们先找到强主力区啊 先找到强主力区 这是一个上涨啊 好 那这是一个下跌 那这是一个上涨啊 这是一个下跌 这是一个下跌 这是一个上涨啊 好 照护卢画表啊 这是上涨啊 一般经常是五分钟一小时啊 你挑三十分钟 我们就看一下三十分钟 这里没有 这里不对 这里不对 一定要看南VC画啊 不然找不到 不看南VC画啊 真找不到 好 我们找到糕点中的最低点啊 高点这几个高点打个最低啊 这个高点最低啊 找见低点中最高点低点打个低点是最高的 最高 最高 我们看一下 这个位置啊 这个位置啊 这个位置 有没有到均线 有没有到 正当区线上方啊 这个点位是不是在均线的上方啊 是在均线上方 是不是在均线上方 是还不是 呃 这个点位在均线的上方是还不是 对吧 对吧 今天上方 然后这个第二个曲线肯定早就破了 呦卡了 刚才指到这里吗 后面刚才没看见的啊 你就 就当 这个一缩小可能又看见 又等下 不算作弊吧 哼 看什么时候上的啊 刚才画到这里啊 画到这里 这个位置上的啊 这个位置上的 你看这个点位啊 你看这个点位啊 在均线的 均线的上方啊 曲线早又破了啊 曲线早又破了 这个走势的话 那第二个我们再看一下 两个了啊 再看一下第三个 第三个msd 是不是在零楼上方啊 是吧 零楼上方 从零楼下方到零楼上方啊 这个是走了一个 上场走势啊 上场走势 然后又突破了这个 正当区间啊 强阻力区啊 突破强阻力区啊 突破强阻力区 突破强阻力区 突破强阻力区之后 形成一个上涨啊 形成一个上涨 然后止损放哪里呢 就放到 这是正当区间下方吧 正当区间下方就是 狂方市场 对吧 那这嗯 这个就可以放到 这张区间下方 或者说引线 我们看到这里有个引线 只能放到这个引线的下方一点点就行了 引线下方一点点就行了 放到这里 啊放到这里 这两个也差差不多啊 只能放好 上下让他自己去走 要么就是经常点 这点位突破了之后 一个是在均线的上方 第二个是曲线的上方啊 那第三个的话 MACD到临轴的上方啊 第四个突破强阻力区 我们在后面看一下 出现了回踩对吧 啊出现回踩 但是直走没打啊 直走没打 我们看一下他回踩的位置啊 回踩位置刚好是 是不是 就是我们画在这个强阻力区的位置啊 画在强阻力区的位置 刚好回踩 我们把它放大点 放大一些啊 放大点 放大一些 应该能更精准啊 我看一下 把这个线 画到实 画到实体部分啊 看到没有画到实体部分了吧 画实体部分了吧 我们往后面去延伸看一下 他什么情况 看到没有 刚好实体部分打到啊 刚好实体部分打到啊 刚好实体部分打到 那这个走势的话 我们就看到他走了一个突破回踩啊 突破之后 然后走了一个回踩 回踩 之后再往上涨 啊 再往上涨 他没有并没有到里面下方 并到里面啊 啊 所以这个30分钟的话 也解决了吧 对吧 下了一个 下了一个 不好处理的 30分钟 但是同样也是能用的 同样止损啊 止损破了均线就出啊 破了均线就出 另外的话 你能找到他的结构 找到他的结构 如果是走到最后一波了 你就可以找到一个冲高 冲高 上方出现一个下 就是 走一个 头肩底啊 或者头肩顶 或者说 走一个 黄红之星 或者走个黄红之星 这种下跌的形态 这种下跌形态一旦走出来了 你会高位检仓啊 这个是在最后 最后一波的 就是说 结果走完最后一波 总共 我们按照MACD 他来算的话 比如说这个三浪 这个五浪走完 五浪走完 你在高位这个位置去 可以减仓的啊 高位这个位置去减仓的 那下跌也是一样的 你可以在 下跌 下跌 走完了 结果走完了 你可以先减仓啊 可以主动减仓啊 可以主动减仓 这个时候你可能就会卖在最高点 那另外的话还是不破不出啊 不破不出啊 不破不出啊 不破训练不出 嗯 看 有问题吧 然后接下来的话 就不要布置作业了 嗯 我是怎么训练出来的 也要怎么训练去训练你们啊 那刚才的话 我画了几张四方会谈的图 啊那接下来的作业的话 我当时是100张 啊一个星期100张 那接下来大家每个人也是一样的 啊一个星期100张 啊一个星期100张 一个星期之后交作业 啊不交作业不能毕业 啊好那接下来这个作业啊 嗯大家可以交到交管理那里吧 然后管理那里吧 啊这个要做作业的啊 如果不懂的话 客下把这节课再反复看一下啊 反复看一下 好那这个今天的客人就先讲到这 嗯大家再见